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去给大家讲恐怖系列,世界奇妙语之诅咒 视频无恐怖画面,胆小的小伙伴可以放心学哦 故事开始,女主正被领导批评,还在同事面前出了丑 不爽的女主思想着,像这样的家伙真应该受到诅咒 下班后,女主本想着开心的和男友去约会 结果男友临时又工作,不能去约会了 女主有些难过,回到家无聊的删着邮件 结果发现了一封来自诅咒网站的邮件 女主好奇的点了进去,一个稻草人给女主介绍着网站规则 网站根据价格不同,诅咒的等级也不同 但只要花对应的钱,再把小诅咒人的名字写在空白处 被诅咒的人就会在24小时内受到对应的诅咒 并且还会把被诅咒的瞬间录像发给女主供其验货 女主不太相信,不过初级诅咒很便宜 女主就买来给领导试了一下 没想到第二天,女主和女同事正聊天时 真的收到诅咒录像 领导在吃饭时被旁边的人煎了一身汤 这时女主意识到诅咒网站竟然是真的 看到领导出城,女主目的达成,开心地笑了起来 结果正好被路过的领导看到,又被批评了一番 女主很生气,晚上和男友抱怨 可男友不但没有理解女主,反倒觉得女主很不成熟 两人吵了起来,不欢而散 回到家,女主觉得是领导害自己和男友吵架 又上了诅咒网站,给领导买了个高级诅咒 第二天,女主上班 总不知道的领导竟然没有来 这时女主又收到了诅咒录像 原来领导在路上突然晕厥,不省人事 女同事也接到了领导夫人的电话 说领导突发心脏病,虽然没有生命危险 但要住院一段时间 女主听到这些后,有些内疚 虽说很讨厌领导,但还是觉得这个诅咒太过了 下班后,女主走在路上 看到了一个重要的通缉令 上面有着连环杀人犯的照片和名字 女主突然想到,如果诅咒这个杀人犯 就可以将功补过了 可是这个月,女主手上的积蓄不多了 只好买了个普通诅咒 第二天,女主看到新闻报道说 连环杀手经常假扮成快递员 闯入女性住宅并杀害女性 而在昨晚,凶手正在一所公寓作案时 被赶到的警察追到 不料凶手经跳窗逃走 目前仍在追踪 女主赶紧打开了诅咒网站 果然收到了诅咒录像 录像中凶手跳窗时受了伤 但依然逃走了 可突然,女主看到录像中的一个细节 男友当时竟然在场 遇到危险后,她还保护了一名女子 而这名女子正是自己的女同事 之后女主上班时 就旁敲侧击地问女同事当时在哪 可女同事的回答却含糊其词 这女同事不在 女主偷偷看了她的手机 发现男友那晚约了她 而且短信中还说要对女主保密 下班后 女主直接问男友是否约过女同事 男友却说那是偶然 女主看男友给不出合理的解释 就生气了离开了 在路上,女主越想越生气 觉得女同事太讨厌了 于是又打开了诅咒网站 这次女主直接买了个超级诅咒 此时男友追上了女主 拿出了戒指向女主求婚 女主很感动,开心地同意了 男友又解释说 那天约女同事 是让她帮忙挑戒指 没告诉女主 是想给她一个惊喜 女主听后意识到自己错了 赶紧打开了诅咒网站 想取消诅咒 可怎么也取消不了 于是女主边打电话给女同事 边连忙去找她 在路上 女主看到了正回家的女同事 抬头发现一个电线杆正要砸下来 还好自己推开了女同事 两人都安然无恙 女主心想着 这样就应该没事了吧 之后女主送女同事回了家 两人交谈时 女同事看着女主戴的戒指 各种夸女主的男友 还说如果没有女主 可能就是她的男友了 女主有些惊讶 为缓和气愤女同事又说是开玩笑了 还恭喜了女主一番 这时女同事烧热水时被烫伤了 于是女主去附近的药店买药 回去时进屋发现没有人 却看到地上满是鲜血 女主很害怕 更怕是自己的诅咒害死了她 赶紧用自己的手机给女同事打了个电话 没想到铃声在柜子中响了 女主害怕的走到柜子前打开了门 果然尸体就在柜子里 女主看到女同事的惨状 被吓了一跳 这时女主的手机响了 是诅咒网站发来的录像 当时女同事正在家中上网 突然连环杀手 假扮成快递员 让她开门取快递 结果刚打开门 就被残忍地杀害了 女主看完视频后很害怕 但好像又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女同事也在使用诅咒网站 女主赶紧打开了女同事的电脑 而上面诅咒的正是女主 这时女主又看到电脑屏幕中 出现了一个身影 害怕的转个头 正是那个连环杀人犯 故事就到这里 本片作为世界奇妙物中的恐怖片 剧情和恐怖感比以往的略弱一些 但却有种细思忌恐 女同事是第一次使用诅咒网站吗 还是从一开始女主被领导教训 和男友吵架都是她的诅咒呢 好啦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世界奇妙物的恐怖片 惊悚片 饿了以后 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哦 感谢观看